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假设这个地方你点 如果它出现无法连线,就是没有办法 有没有,这个无法连线的话 那理论上将来你在run那个程式的时候一定会出现 就是会卡在这里,卡在refresh refresh实际上就是把资料抓下来的地方 那如果你如果看到假如是这一行的错误 理论上大部分应该都是连线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许暂时先,假设我们这个也许就先暂时先略过 然后待会看看那个假如连线成功的话 我们再回来看好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开放资料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这边请各位找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第四页的地方,这边有一个连结 一样你可以从开放资料去点,或从这边点也可以 那这个开放,假设我希望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说,到底哪一些线市它的占比最多 OK,那帮我画一个图出来,让我一目了然 然后并且最好如果可以结合那个 Excel里面,不过还是新版才会有的功能 如果你是新的版本的话 理论上在这上方会有个什么,插入3D地图 也就是你可以把相关资料,直接把它放在地图里面 它会帮你显示,看你是要柱状图呢 还是要其他的图形 它会帮你把那个地址直接都画在我们的地图上方显示出来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换一个台电这地方 第一个一样,我们就抓本年度好了 OK 不过这个资料会有个问题 但第一个我们一样检视一下 我们不是直接用刚刚下载开,开一定是乱码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我们是直接拿这个,这个连结 OK 噢,没有,OK 那我把画面再切一下,不好意思 OK,那第一个的话一样,就连到台电的这个 然后一样是找到这个连结 那当然,现在应该点下去应该会下载 我刚刚有点过,下面应该OK 是可以连线的 那可以连线后面才能做 不然的话后面都没办法做了 那接下来的话一样,我们就开一个空白的 一个Excel好了 另外再开一个空白的活跃簿 假设这个空白活跃簿 那接下来我一样要把那个连结给下载 那这边就是从csv,文字斜线csv 或者是说你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新的版本它其实除了csv之外 它其实还提供蛮多的下载功能 以前好像没有json,其实新的版本也有json 然后也有什么,也有xml 然后也有那个csv 甚至还有pdf 那其中当然我们按部就班 也就是说你看那个政府开放资料里面 当然最多是csv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第一个开始 那其次是json json以前的话如果旧版的话 没有这个功能被你要自己写程式 可是他如果有这个功能 那我们是直接可以拿来用 那要怎么用?OK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先练习从csv 那你会发现 它好像只有单单先把csv独立出来 那其他好像没独立 那我在想 因为可能大部分就是其他格式 用的机会也许没有csv这么高 那当然你可以看政府开放资料里面最多还是csv 不过有一个后期之秀 那个json 其实好像之前没有那么多 可是最近好像慢慢越来越多 那或者是你可以看到那个 政府开放资料有api 其实背后也是json 所以这个格式恐怕 各位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从文字写 一样把那个连结贴上 那你可能要确定一下 按一下home键好了 先剪一下前面 像我之前常常遇到 开头的地方有个空白或tab 你就没办法把它开启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有连线 那一样它会先把资料先导到那个pawc里面 然后确定说你要的资料是不是这一些 如果是的话呢 当然你就直接载入 如果假设你还要再变更的话 当然你可以再直接跳到pawc里面 再去做一些资料变更 不过我想我们暂时先不要这么复杂 我们就是很简单的 先把它汇入 然后你会发现它一样很聪明 自动帮你 侦测到它的编码方式是UTL8 然后直接把它载入好了 载入进来 那应该理论上就会放在A1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把它载入一下 好那载入之后呢 接下来 当然我们就有台电提供的资料 不过你会发现 会有个第一个问题 它是资料其实还蛮多的 总共有73万 我看 我们先按Ctrl向下 Ctrl向下 OK 73800 800笔资料 那当然这些资料里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统计的是它的哪一个县市 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里面居然没有那个县市的这个栏位 那如果没有限市这个栏位的话 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将来我要做统计分析的时候 没有这个栏位 所以枢纽分析表就没有办法帮我正确去做这个计算那个数量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插入枢纽分析表 它就会没有限市这个栏位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限市那个栏位给变出来 那怎么样把那个栏位给变出来 当然第一个栏我们直接在一栏上面按右键 这一栏直接插入一个空白栏 那栏位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把它改给名称叫什么 限市好了 但是问题来了 那这个到底哪一个限市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有邮递区号 底下好像邮递区号 然后还有行政区 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从那个邮递区号 直接帮我查到哪个限市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呢 我们一般查询 假设在Excel里面 最常用到是那个V软数 不过插入V软数的话呢 你会发现V软数呢 它会需要有四个东西 四个参数需要提供给它 当然第一个 我们如果在Value 我们要查什么 假设查邮递区号 第二个的话需要一个Table 那Table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对照表 那理论上 你必须要是 假设第一栏 那个对照表 第一栏一定要是邮递区号 然后呢 那我们要查限市的话 所以哦 我们会需要一个对照表 它可能在第二栏也许是限市 那我们就把那个对照表给它 然后跟它讲说帮我把限市带过来 OK那RNLF 或者输入0 完全一模一样的话 但问题哦 目前呢 这个对照表 在目前它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 自己再把它变出来 所以其实这一题最麻烦的地方 假设我要统计哪个限市耗量最高的话 那我需要呢 把刚刚讲的那个table array把它变出来 那可是那个table array哪边有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云端白板上面的 或者讲义里面也有 讲义里面的话 我后来查了 Google查一下那个中华邮政 它上面其实是有一个表格 那那个表格的话 这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页这边有 你们可以或者你看Google 因为我查了一下我想说 最好就是第一栏 它就是邮递区号 第二栏就是县市 第三栏就是行政区 这样最好 我就可以查到哪一个 就是邮递区号的时候 它跟我讲哪个县市 那我就把那个县市带过来就OK了 但是后来我找了一下 那个中华邮政的网站上面 它有一个连结 应该是哪一个 热门下 应该是这一个吧 邮递区要一栏表 那其中有一个ECL 那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看一下 它这个应该是XLS 它应该旧的版本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版本 它虽然是有一个一栏表 但问题 它这个一栏表103年的 103年 已经快要20年的 应该已经18年前的 那当然这个一栏表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正规化的一个表格 我们要的东西 基本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先邮递区号 然后在哪个县市 然后在哪个行政区 那它刚好排的是什么 它排得很像人工的方式 我想这次应该是直接人工的方式转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资料 需要先做一个正规化的动作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做正规化 那当然需要把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TableRate 变出来 可是要怎么变出来 会比较简单 当然如果你要土法练钢的话 我自己想到的方法是什么 先把 因为它总共有几个区块 1 2 3 4 5 6 那我想到就是说 因为它有六个区块 第一件事 可能要把这六个区块 先变成一个长条区块 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从头到尾的处理 它变比较接近 虽然它应该要三栏 可是它 它是两栏 那我可以把那个县市独立出来 再增加一栏 这样会比较好处理 所以第一个 我先把第一列先砍掉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把这些 总共后面总共有 1 2 3 4 5 5个区块 把它怎么样 把它放到下面 当然如果你手动的话 你就把这个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下面来 贴上 那再下一个再贴 再下一个再贴 那问题其实还蛮浪费时间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加快 当然我直觉想到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完成刚刚的那个表格 那其实我只要写两个sab 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第一个sab就是什么 先把这五个区域的资料 先搬到这个下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思考说 那我就把这两个栏位 再变成三个栏位 而且变成把它正规化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这一题 因为刚刚那个第一题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 这个台电的这个乡镇室用电统计 这个部分 OK 试一下